所以结算下来这周的总花费是 嗨大家 今天的影片想来记录一下 我在纽约一周的花费 我来纽约实习一个月了 然后还剩一个多礼拜 来的时候真的有被纽约的物价吓到 应该有比德州高个两成吧 我大部分的花费应该都在周末 因为一到五要上班 我一周会进公司三天 我会从家两天 如果进公司的话 公司会出无餐费 在影片的最后会公布 这周总共的花费 今天是周六 然后早餐的话我要来煎蛋饼 我是个超级大的蛋饼控 在美国的话也会自己煎蛋饼 然后一定要配豆浆 为了先算好自己这样煎蛋饼要多少钱 因为数学不好 不能临时这样算 蛋饼皮五块 一盒五片所以一天一块 但一盒5.3块一盒有12克 所以打两克的话就88剩 还有豆浆9块一瓶大概可以喝两周 所以一天64剩 这样再加吃早餐的话 总共是2.52块 对 那来煎蛋饼了 有没有看起来很好吃 哎呦 真是咸 怎麼會啊 你看裡面還是半熟的 超喜歡 嗨 我現在要跟我爸去吃午餐 然後坐地鐵一趟要2.75美元 我們這餐點了蝦餃燒賣流沙包蘿蔔糕和牛肉餐 然後這樣總共47.76塊 這個的平均一二十幾塊 嗨 我剛剛去我爸住的地方坐了一下 然後現在要跟我朋友吃一大的會博物館 所以又刷了燙 謝謝 博物館的票錢票要30塊 可是我依然是瑞士所以十幾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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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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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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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